现在我们到达了最终的词子 就是《抛上的书》 去乎我们讲 这个词子我们讲 关于三个基础四项 原则这本书的总结 这项总结是作者的总结 一个人归信伊斯兰教们 在归信之前必须要否认那些 安拉以外的受败者 什么是达غوت协谋 所有过分的那种崇拜 比如对石头对偶像的那种崇拜 石头本身它并不能使人受医 也不能使人受伤害本身 但是有些人因为举办而去把石头做的偶像 抬到非常高的地位 或者服从一些把学者抬高到过分的地位 以至于崇拜一些学者 这就是举办 在违抗安拉的情况下去崇拜这些偶像 所有的这些过分的错误的这种崇拜 比如崇拜石头 崇拜其他的被造物 崇拜太阳 崇拜月亮等等 这都是举办 这些都是被造物 这些邪恶的行为非常多 但是有这个首领有五种 大的邪魔 比如这个先摸的首领 以及那些喜欢别人崇拜他的那些人 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道平安 而且给他抠头 如果你否定这种行为 那你是有崇拜阿拉的人 如果你这个默不作声 那么就是 你怎么能做一个被受败者 而这个受崇拜呢 还有一种就是就像法老一样 要求别人去崇拜他 再有还有一种这个邪魔 他们妄称知道明天的事 以后的事 只安拉发誓 他就是这个非信师 他已经犯了这个大的 这个非信的行为 再有一种 第五项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以安拉以外的教法 以安拉以外的法律来判决 认为这种法律 比安拉的法律更好 我们已经学习了 邪魔是属于什么 我们讲述了五种邪魔的行为 安拉之志 我们讲述了五种邪魔的行为 我们讲述了五种邪魔的行为 谢谢 我们讲述了五种邪魔的行为